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在YouTube發了一個影片 闡述一下我們這幾年 我們應用AI到產業界的一些經驗的細節 那個影片大概20幾分鐘 我們今天很快的 花一點時間再稍微補充一下 上禮拜的這個影片 我們今天從數位轉型 智慧製造 跟智慧養老的這個角度呢 補充一下上禮拜講的東西 讓各位有一個更清楚的概念 這張投影片上禮拜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做數位轉型的話 有五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要有感測器來感知數據 要能把傳輸數據 另外我們做視覺化探勘 跟Human Program的Intelligence 跟Machine Learning 細節可以參考一下 上一次的YouTube影片 那這個也講過 就是說 在我們的經驗 在做 智慧製造之前 我們非常鼓勵呢 其實先做數位轉型的發表會 那一些細節再參考上次的影片 那這邊是一個補充新的 就是智慧養老的一個範例 因為上禮拜沒講過 所以呢 我就在稍微的 講一下細節 那 在很多 養老的機構裡面 我們往往定期 比如說每隔三個月 每隔六個月 就要評估一下機構裡面 長者 他的 他的 譬如說 平衡狀態 那一般都是靠有經驗的 專家 譬如說這邊像建華 他有二十幾年的 物理治療師的經驗 好那你來看這 這三位長者 他從 執行某一個 博格平衡量表 做到在 那我在 專家的眼中呢 他們 是有一些差異 可是差異 不大 可是對於沒有經驗的 譬如說 沒有經驗的 PT 或是學生呢 他們在判斷這個 就會 有一些困擾 那當然如果說 他們動作差異很大 一般人或是沒有經驗的人 也看得出來 可是呢 當量表的分數差異不大的時候 這時候呢 有經驗的 物理治療師 他看得出來 差異 但是呢 對於學生 或是沒有經驗 物理治療師呢 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今天如果利用AI 去抓住關節點數據 然後 觀察這些關節點數據 我們可以分辨 可以分辨這三個呢 相差 兩表分數差異不大 他 就 高齡者的差異 這個細節的話 有機會我們在 其他場合再說 有機會 下面這幾張圖 就是我們 產業 AI產業應用的新法 我把它跳過去 好 這張圖是今天要補充的 就當我們 Sensor感測器數據進來 以後呢 我們通常會利用一些 視覺化探勘的工具 那這邊呢 我們自己比較知道的 有幾個工具 例如像Tableau 或是Typical的Sparfire 或是微軟的Power BI 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再 Survey一下 那我們實驗室 是用 Tableau Public 那 我們系上當然有用 Typical的Sparfire 那關係企業也有用Power BI 那至於用 那 細節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當我們 我們視覺探勘有一個 人的視覺探勘有一個程度之後呢 我們通常會 做所謂自動化 跟智能化 這兩件事情 自動化就是 我們根據這些數據 用人 寫程式的方式 去定義說 當這些數據 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做 什麼事情 OK所以是用人 去Programming這些 那至於這幾年非常紅的 就是所謂智能化 就是呢 我讓機器 自己去學習 自己去根據這些數據 以及這些數據 答案的 去學習 我要 做的事情 OK 那這個智能化呢 通常有 兩個方式來學習 這個 這個x跟y之間的關係 一個是機器學習的模型 一個是所謂深度學習 那就是 他差異就只是在說我今天 我要學會 當我的 數據跟我的答案的 Match 他們之間的Mapping 他們之間的Pattern 是怎麼樣呢 如果是 機器學習的話 我們通常用的是統計 或數學的公式 那他的帶的參數 比較 比較少 可是相對的 他這個模型 比較容易解釋 那如果是深度學習 我們這個 Mapping這個Pattern 辨認 X跟Y之間關係的這個 函數呢 是一個 神經網路 那神經網路 他的好處是 他的參數非常多 所以呢 我可以去model X跟Y 很複雜的關係 可是他的缺點 就是說 今天 我 參數太多 我出來這個模型 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就像我們 先前講的 所以通常 假如我今天的 輸入 是影像 是聲音的話 我們通常會用 深度學習 神經網路來 學習這個Mapping 這張影像的辨認 或聲音的辨認 那假如我今天輸入的數值是 感測器的數值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走 機器學習 那在機器學習這邊 因為我們很在意的一點就是說 我希望 學出來這個模型 我還要可以跟 領域專家 互相去討論 互相去解釋 所以呢 通常我們用的 機器學習模型 通常不會很複雜 常用的就是 線性模型 回歸 邏輯式回歸 跟決策術 隨機生理 最多最多 我們用一個 支援向量機制 來找出 決定 決策的那些 Boundary Boundary Case 那 通常呢 假如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是 建機器學習的模型的話 通常 我們不會直接 寫Python 寫程式 因為呢 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是讓 領域專家 自己來建 這個 這個機器學習模型 所以今天假如在 輔導一家公司 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 建機器學習的模型的話 因為不可能 去教這些 公司現場的工程師呢 再去寫 Python 寫R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一些 Lowcode 或是 Nocode 的機器學習的模型 我們自己目前在評估 這幾個 Orange Nime 跟 H2O 這幾個 評估的重點 就是說 這些工具 它能不能 接上公司 現在有的 資料庫 再來就是 這些工具 它出來的結果 能不能夠 呈現我們要的結果 能跟現場工程師解讀 所以 這些細節我會再錄影片 比如說 Orange 怎麼用 我們會再 錄其他的影片來講 如果今天 是 我要辨認的是 影像辨認 或是 聲音辨認的話 那我們就要用 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在目前 就像我上一個影片講的 我們基本上還是用 Python 搭配 PyTorch 或TensorFlow 這兩個framework 那我們實驗室 是用 PyTorch 這個架構 OK 那剩下的 東西呢 我們 在上一次的影片已經講過 我就跑 跳過去 所以我今天呢 就從數位轉型 跟智慧製造 智慧養老這邊 稍微再補充一下 上禮拜的這個影片 讓大家對 在整個 數位轉型的架構 更清楚 更明瞭 OK 今天就講到這邊